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身后这辆 就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都有着集体回忆的公共巴士 以前在私人汽车 还没有这么普遍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需要依赖它的 包括我 不过现在长大了之后 自己开车了之后 真的是很少接触巴士了 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 要重建我和公共巴士的美好回忆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狂人 他是林郑富富 为什么说他是狂人 因为他从2015年开始就走遍了北马 去了多少个巴士站 35个地方 35个地方 然后推出了这本书 搭上巴士去旅行 刚好我的背景 我的学历 就是跟巴士有关 那个时候就想到要去旅行 然后旅行的时候 去看一看马来西亚的巴士 那个巴士系统是怎样的 所以就为了这一点 所以我就决定了搭上巴士去旅行 以前都是卡了 做工也是卡了 我们对我小地方 很重要的 没有巴士的话 我们去那里的不方便 要买菜啊 去那里 找朋友 就放 rape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我们现在就是从达巴往甘巴的巴士车里 我进来这间巴士 我就觉得 小时候的回忆完全涌现 长得真的是差不多一模一样 你看这个座椅还是红色的皮革的 而且会滑来滑去 这司机一停车的话 你就整个人往前冲这样子 然后还有那个铃 就是到站要按的铃 现在都已经比较新一点 以前的是圆形 然后你要用很大的力气搓它 才有声音出来 以前的按钮真的 如果你坏掉了 你基本上是大声的 喊前面那个司机 他就会停车 要开启一趟巴士旅程 灵魂人物除了有巴士司机之外 就是售票员 这些就是比较旧式的 一个售票的方法 然后呢 如果要剪票的话 就用这个剪 做法是直接打洞在一个日期上面 所以这个票就不可以重复使用了 以前有那个巴士托车 就会走过来那边问你哪里下车 然后车票会打洞 你很期待它会给你什么颜色 有时它会给你红色 有时它会给你蓝色 比如说五角前来说 可能是没有开五角前的车票 它会给你三角加两角 那你就会有不同的颜色 烟就是你在街场坐在你的花园 就烟了 在花园坐出来就是牛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最有意义的回忆 那边这位呢 就是明天去仙虎开车的省哥 省哥加K多年了 头头尾尾三十七年了 三十七年了 其实一天的生活是怎么样 几点开工的 五点两个字开工 八一到八六 每天坐四十四个钟 跟这里的街坊都熟了 又去做女生的街坊 做到去做阿婆 我还做工 告诉你 虽然现在很多人 已经忘记了八四的重要性 可是八四并没有忘记 它自己的角色 依然是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 串联着大城小镇 每一位朋友的日常生活 还有属于他们的情感记忆 我还说 我会想要一遍 我会想要一遍 你去做小镇